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的桌面呢 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桌面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我目前的这个整个Windows 10的桌面环境呢 变得非常非常简洁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一款开源的免费的这个Windows 10的桌面环境 首先呢 我们安装完之后呢 就是呈现这么一个界面啊 这个软件呢 它应该是吸收了MacOS 还有Linux相关的一些设计的要素啊 然后里面呢 也有一些他们的影子 我们可以看到安装上弯 这个最上面这个任务栏上面 这个呢 就是一个类似于Mac底下的一个苹果图标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 像这种关机 开机 重启睡眠 然后运行任务管理器 比较常见的一些功能 然后上面呢 是它这个软件的一些基本设置吧 这个软件的名称呢 叫做开罗 中文名叫做开罗 然后呢 第二项呢 是程序 程序这个呢 就有点像 像这个一个应用抽屉吧 它可以把你常见的一些应用呢 添加到这边来 就方便你去快速的找到它 然后去打开它 第三个呢 是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这里面呢 就也是类似于一些快捷方式吧 你可以快速的到达你的用户目录 然后呢 文档下载音乐图片视频 我的电脑程序文件 这些东西啊 然后第三个呢 是文档的一个快捷入口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下载里面 你可以直接进入到某一个文件夹 如果看到它是一些文件 比如说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txt文件 你可以直接双击它 立刻呢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给打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节省你的时间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这一块呢 是这边 然后呢 右侧上面呢 它是一个跟咱们这些文件上面 这个任务员相相对应的啊 这边呢 可以把它缩进来 打开以后呢 就是一些你启动应用的一个最小图标吧 这里面呢 有我们常见的像这个声音啊 还有我这个全局的一个APP 然后这个显卡的应用啊 邮件啊 这个微图列扣端啊 然后呢 是一个声音的控制按钮 这边呢 是时间 这右边呢 有一个桌面搜索啊 这个搜索呢 是搜索你桌面的内容啊 它并不是一个全盘的搜索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啊 其实没什么用 底下这一块呢 中间这块就更像Mac里面的这个Dock了 就是这个程序屋所谓的啊 那当你打开一个APP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边打开了浏览器 Cloud 然后这边呢 它就会打开一个这样一个快捷方式 但是左侧这边呢 它其实是一个应用 你可以通过鼠标右击这个来 这边呢 有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啊 因为我chrome已经把它添加到这个Dock里面去了 我现在比如说我用这个入屏软件 OBS 它可以通过快速添加到这个快速启动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快快速启动的一个按钮 当然你可以也可以把它给删掉啊 然后呢 当你打开多了以后 这右侧这个按钮 它就是会以一个一个列表的形式来展现出来 你可以快速的进行选择啊 因为这边只有两个 如果说你开了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看到八个十个这种应用啊 那可能找起来就比较麻烦 在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把你整个列表都显示出来 你可以快速的进行选择 那这个呢 就是开了的官网首页了 大家可以通过它上面提供的这个链接 它这个链接呢 是在Github上面 那所以呢 它应该是一个开源项目啊 目前呢 我看了一下 今天就四个小时之前 它还更新过 所以呢 这个项目应该还是在快速的开发迭代当中 那它这个项目简介里面也是出了一个 就是可以可玩的 可以用户自定的一个windows的一个桌面环境 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caro设置 你可以通过它去做一些自己符合自己喜好的一些系统设置吧 还有一些快捷方式啊 图标大小 任务栏怎么样怎么样 都可以去在它这个设置里面去设置 另外一点 忘了讲了就是程序里面这些APP啊 你也可以通过在这个APP grab里面去调整 就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这个呢 是它默认自己添加进来的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APP呢 给它添加进来 或者说你想把这里面不要东西给它挪走 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设置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想把 找一个 左边没有的啊 比如说我要想把这个sg这个客户端给它挪进来 非常简单 你只要点中它直接往左边拉就可以了 那它就过来了 比如说你要想把它挪走的话 你直接把这个直接往右边拉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那这个呢 就是它一个可玩的地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 符合自己这个使用习惯的一个设置设定啊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 这个壁纸呢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的壁纸啊 就是它会根据自己的一个 但是我现在好像没看到它还没有更新过 它的官网上是显示说就是一个动态的桌面 应该会更新的 然后呢 就讲一下这个底下有一个这么一个标签啊 我们可以点一下 比如说这个方向键啊 其实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桌面跟另一个桌面的一个切换 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我当前用户的一个底下的一个文件内容 然后呢 主页呢 就是我的桌面 原来桌面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呢 也是实现你快速切换 然后呢 寻找你想要的文件或者文件夹的一个入口吧 那大家如果说有更想去深入的去查看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到达它的官网去进行查看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视频的就在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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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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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好 好 by bwd6